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选择选择一个既聪明又乖巧的根 这样修行会有效果 而且修行如果掌握到要领跟这个重点 叫做日节相悖 有没有 我们讲到就是这个修一天 有的人呢修一天两天就修得很好 有的人修了很久 好几节也不知道在修什么 这是会不会修行 既然我们读了楞严经 我们就要变成会修行 所以这三个角度 就是来选择这六根当中 哪一根最适合现在的时代 所以第一个呢叫做谁合谁离 第二个叫谁深谁浅 第三个叫做谁是圆通谁不圆满 那这个圆通跟圆满就是 刚才所说的分数是满分还是不满分 那我们 接下来就会看到 就是在选完了之后 有25个法门 就是我们今天送念的这圆舞 在二绝定义之后呢 佛陀就请这25位菩萨或者是罗汉 都是修行有成功的哦 然后来分享他们的修行法门 这就是所谓的25元通 所以我们刚才呢 在送圆舞的后面呢 就会就会看到 每一个菩萨或者是罗汉 就会起身来说他自己修什么 那基本上呢 这些罗汉还有菩萨发言人 他们说话是很有重点的 第一个就是 他是什么因缘 遇到佛开始修行 然后他会介绍一下他自己 第二个呢 他会讲他的重点 就是他修了这个法 那就是怎么修 来介绍一下他怎么修 那最后呢 佛陀会肯定他们的成就嘛 这佛陀会应我 就是你是这个如来的这个佛子 或者是你是无学 或者是你已经成就了什么元通 所以最后呢 他就会推崇他所修的这个元通 这是为阴为上 或者是什么为上 这样 那这25元通呢 那这25元通呢 其实就是每一个领域 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对什么 色身香味触法 然后呢 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 所以这里有18个 那后面还有七个 那后面还有七个就是地 水火风空事根 那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呢 就是你任何的法门都会元通 所以没有什么地方不能修行 没有什么人不能修行 所以你说 哎呀我太笨了 这里面有没有最笨的 最笨的就是我们都没有比他笨 就是周立盘特 对不对 盘陀他修鼻根 他修属习官 那修到很有成就 他是依着鼻息来起修 好那 那你说那不行啊 我就很好色啊 有没有那个很好色的 有啊 那个谁 对 无除色魔 无除色魔他说 我是多盈心嘛 那佛陀就说 你把你的欲望啊 转成智慧 所以他修火大元通 欲火嘛 欲火 那还有一个呢 其实还有一个那个 优波尼沙陀 他也是修色尘元通 他修不静观 这两个 那有没有说 我的工作很忙啊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在做医生的啦 有没有 有两个医生 药王药上二菩萨 那他们做医生要做什么 每天就 就是帮大家吃药 帮大家神农藏百草 所以他就可以分辨这个胃 味成 就是药有不同的嘛 有苦的 有甜的 有咸的 有辣的 有没有 我们最近在吃的 这个药是不是 就是 有的还怪怪的 那个奇怪的味道 有那个什么 好像壁虎的味道 有没有 那个猪壁猪的 那个法会的同修啊 黄医师啊 他就专门都是开那种 诡异的药 就很厉害 很有效哦 那有的呢 其实中药里面有的是 很多是大便哦 有没有 什么蝙蝠的啊 蚯蚓的啊 都有很好听的名字哦 所以你就听了之后呢 诶 这个吃了之后啊 你就知道原来 这所有的大地哦 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药 这佛法里面呢 还讲了一种药 叫善见药 有没有 这善见药很厉害啊 就是你碰到 不管是谁啊 只要听到他的名字 看到这个药的名字啊 你的病都好了 不管你是什么病哦 所以呢 因为我们就要知道啊 这佛师大一王 他真的是很厉害啊 好 那再来呢 因为有的人说 不行啊 我这业障很重啊 我身体不好 有没有那个生病 还成到的 有啊 有一个那个 碧琳切婆措 有没有 碧琳切婆措 尊者呢 他就是踩到毒刺啊 全身都中毒了 在毒发的时候呢 一般人都赶快去送医院 那他是怎样 他就赶快呢 他没有打坐 他当下就赶快起关 你这毒发的时候 你还打坐也是很厉害 然后他就起关型 结果呢 他很快的 在这里面就悟到了 生根的源通 那我们应该要把这一招 交给那个慈先生 他上次被那个 被那个 虎头锋 遮了二三十个 二三十个针 那他呢 就是没有学佛嘛 所以呢 只能求佛菩萨保佑 但是呢 有学佛的呢 你一样呢 就是踩到了毒刺 受伤了 身体不舒服了 要观身 是空性 那观身空性之后呢 生根就解脱了 那他怎么观 他说 我观此痛 虽觉觉痛 觉清静心 无痛痛觉 有没有 我们的心啊 是痛吗 其实是痛觉 痛觉 可是他跟我们的真心 是没有相应的 他是事心 是有生有灭啊 但是呢 能觉察到痛的这个觉性 不生不灭 因此他就设念在他的亲近心上 那这一招很好用哦 你下一次如果腿痛的时候 你就是谁 是不是就回来了 那这个修观行啊 是很有帮助的 那或者是呢 你说啊 我这个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 去当医生 那我也不会 就是说为了要修行 跑去采毒刺 那怎么办 你每天要不要洗澡 有没有人每天洗澡开悟的 有 谁 谁洗澡开悟了 拔陀婆罗 你看 那你每天洗澡的时候 有没有洗 在一边洗一边就 哎 拔陀婆罗是这样开悟的 而且他是去泡三温暖开悟的哦 他就跟他的同伴呢 这个 大家一起去 那以前的洗澡呢 没有一个人一个人呢 都是大家一起去集体的浴室嘛 一二三一起跳进去 然后呢 结果他就悟到水阴 既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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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 亦不洗水 中间安然 得无所有 就悟到了空性 我们一个居士听完说 这样是要怎么洗澡啊 一边洗 一边在那边 到底是谁在洗 不过如果你真的因此就悟到 也很了不起 那 就表示什么 表示你也可以啊 有没有那个正常一点的啦 有有有有正常的 像有玻璃尊者 他就是持戒嘛 持戒呢 持到身心解脱了啊 那我们的持戒呢 会让我们的身得自在 心也自在啊 那 目见年尊者呢 他是神通第一 所以他修意识源通 那还有 这摄地佛 他是悟到什么 因缘法 他的智慧 他透过观察因缘 所以他是掩饰源通 那也有菩萨啊 菩贤菩萨 有没有 他他用心来听 十方众生呢 谁发了菩贤愿 他就会骑着他的六牙白相 暗中护齿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要 送这个菩贤十大愿 要念啊 念发这个愿啊 因为菩贤菩萨就会暗中护齿啊 他就讲说 纵使这个人呢 他的业障重 都看不到我在护持他 我还是会去护持他啊 所以他这里面就特别这样讲啊 那到底哪一个法门是最好的呢 我们也很喜欢 很希望能够呢 学到一个法门 是真的自己可以受用的啊 因此呢 后面啊 在这个二十五元通之后呢 文殊菩萨就出来选择 他选择的标准啊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谁 和谁礼 有没有 第一个标准 谁深 谁浅 第二个标准 谁是圆通 谁不圆满 所以在这个二十五位贤圣啊 圣贤 出来发表了之后呢 佛陀他有请文殊菩萨来分析 但是他要一开始要讲的时候 他讲这二十五个元通啊 彼等修行十五优劣 前后差别 我们一定要知道哦 现在请文殊菩萨来选说最好最好的哦 不是表示别的不好哦 每个都很好 其实他大家都很有很有他自己的修行成就 最重要的是你不管什么方法 你你达到圆通是是目的嘛 好 那所以有的人说到底念佛好还是打坐好 哦 修净土好还是修禅宗好 是不是都好啊 但是你要有修啊 很多人他只是负责在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可是他都什么都不做啊 好 那你只要做一定有他的效果 那你只要不做 你再怎么去分析 好 这个法门再好都没有用跟你没有关系 好 那所以呢 修行不要怕犯错啊 因为我们不会有 不会有最圆满最完美的法门让你修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努力 一直不断的调整的过程 你会趋于圆满 因为最后会圆通嘛 好 所以有些人呢他就一直在等待啊 他要等什么 等最好最好的姻缘 他才要来修最厉害最厉害的法门 有没有 他要等到有一个最好的道场出现 他才准备要去住在那个最好的道场 那事实上呢最好的时代就佛陀那个时候啊 你就已经错过了啊 这佛助事实怎样 我沉沦不知道在哪里啊 还不知道有佛呢 佛灭度后怎样 原来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尊佛存在过耶 那时候我到底在哪里 是不是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 那你是很懊恼 甚至于有的人很没有善根哦 他也说 我觉得那个是捏造的 没有这个人 哪有这种伟大的人 是不是 所以有些时候呢 是我们自己啊 在离佛很远的时候啊 就会心里面很感叹啊 但是呢我们自己想想看 如果佛陀 他现在真的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他跟我们讲 上来比丘 你真的会去出家吗 是不是 所以你不是只是见到佛陀 你如果有一天真的见到佛陀 你要跟他说什么 佛陀请签名这样啊 我们拍一张照 然后我要回去雇我孙 是不是这样 那你这样子 你就没有必要见佛陀啦 是不是 你见的佛陀没有用啊 对你的人生没有改变 同样的 我们听的佛法 如果没有发生改变 那你听 就是听 打发你的时间 听来消遣 然后浪费师父的时间 因为师父说法是有目的的 你是不是 听了之后说 拍拍手 好棒哦 不需要了 我已经说得很好了 是不是 但是呢 如果呢 说了之后呢 我真的开始来选择自己的法门 然后开始来用 那真的就是只会票价 不要枉费佛陀讲了这么多的法 那这个佛陀呢 很慈悲 他在三千年前呢 在讲的时候 他一直在为我们未来的人 后世的众生打算 所以你看他讲哦 我经御令阿难开悟 这是第一个嘛 阿难嘛 然后第二个呢 奸我灭后 此界众生 有没有 佛陀他一直在做准备 就是他知道人的生命很有限 他也不可以 长命百岁到 到现在还活着 这个人家就会觉得 那佛不是人 那也不是我能达到的境界 所以他一定要视线跟 跟一般人一样 就是有生有老有病有死 好 那只是在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 他留下了珍贵的法 传诸于后世 让后面的人 哇 我看到的法 佛陀在跟不在 他都不会影响我们 有没有学法 因为佛陀的法 他讲得很清楚 他就留下来了 但是他会影响什么 影响我们的信心 因为以前的人呢 听了佛法 你在现场啊 你听了佛法 左边这个师兄是阿罗 他右边这个师兄 你说哎呀 我实在是修得太不好了 我只有争到三国 是不是 然后呢 对面那一位二弟 是不是后面那个九弟 是不是 是初弟到十弟呢 每一场法会里面呢 每一个都是 至少是什么出国以上的 就不会有那个后段班啊 那结果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 你应该听课啊 你的标准就是什么 哇师父 我刚刚法喜充满 都没有睡呢 你看现在 其实很惨 你现在的标准 就是没睡早 就是很厉害 我都有在听 是不是 如果我们连 连修行啊 都不觉得自己 应该要为自己的 结果负责的话 你佛陀讲得再好 你都不会用嘛 你没有受用啊 你只是听好听 好好听哦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 觉得好听而已啦 就是喜欢听 这叫做善根 善根学法 但是我们读了楞严经 你就不只要善根 你不可以只有说 你说像那个星灿法师 他就因为他很小 可能有一些 他真的不太懂 但是他的故事 他都听得懂啊 他都记起来的 有没有 是不是 你说谁跌倒了 就开悟了 他都记得啊 那谁洗澡开悟 他也都记得啊 是不是 二十五元通 他背过嘛 是 他虽然不一定明白 那个是什么意思 那但是呢 他至少把背起来了嘛 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啊 我们听了佛法 那不一定能够真的 马上就能够理解 那是什么 还没有开悟嘛 但是我们就先 把他接受 背下来 那有一天呢 你会突然 啊 原来如此 所以呢 佛陀他为什么要让 文殊菩萨 要来选择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要为我们来打算 要不然对这二十五门来讲呢 他们根本也不用学别人了啊 他自己就圆通了啊 只要只要一个法门通达哦 这前面呢 讲六根对不对 六根是入门的时候才有差别哦 你刚开始是眼根 刚开始是耳根 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法门是不一样的 我是念佛的 我是修禅的 真的都不一样 仪鬼不一样啊 仪式不一样 参妻跟佛妻就是内容不一样的嘛 可是呢 你如果修到有三昧的时候就一样了 听得懂吗 就是修到那个境界 因为境界是一样嘛 他不会说念佛了之后 我怎么来这个世界是 这没有来过 是不是 所以万修万人去 你只要用这一套法门呢 你修到的就是净土嘛 你打坐入了三昧 你也是去净土啦 但是呢 对还没有去净土的人来讲呢 他就会说 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还是药师佛的净土 还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 你要跟我说清楚 因为不一样 不一样吗 其实佛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如果到阿弥陀佛那边呢 你说 我不喜欢黄金为地啊 我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 装潢一下 他也可以啊 把你变成琉璃为地也可以 因为佛陀的愿力是圆满的嘛 是不是 他的得恨是圆满的 那你有这样圆满的境界的话 随心所现 你的圆满的得恨 就会让你在净土 是让你所在的净土 是你最喜欢的净土 而不是阿弥陀佛喜欢的净土 因为我们去别人家 你还会闲嘛 这不是我喜欢的嘛 可是如果这个世界是你造的 你就是最圆满的 最喜欢的嘛 你要听得懂这意思吗 所以我们不是去住人家家啦 听得懂吗 是自己造的 所以阿弥陀佛是谁 就是你啦 你就是阿弥陀佛啦 那我们那个居士很可爱 他同修就有听进去 那个法会的同修 那个黄医师很厉害 他就说 哎呀你看你们惠律法师 每次都讲 那个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你不要去乱拜啦 你就拜我就好了 有没有 还蛮厉害的 虽然没有学佛 可是他马上就知道重点在哪里 其实这重点是真的 所以我们的东求西早 还不如往自己的心里面 让他圆满 因为我们对外 把他当成是他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了啦 因为那个跟你没有关系 可是我们人 人最不喜欢的 就是被拿来比较 有没有 好那 但是问题是 我们又很爱比较别人 你自己想想看 人家拿你来比较 啊建伦士 哎呀你跟 那个建伦士 然后你就心里面 怎样怎样怎样 是不是 你要说我什么 就很好奇 你的心 就是你 你不喜欢被人家比较嘛 怎么比 是不是 他是比较胖啦 啊可是 这个很糟糕耶 可是问题是 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对别人 但是一旦变成自己的时候 我就不舒服 你听得懂这意思吧 所以我们要修行 不要用比较的心去修 你不会成功的 因为当我们在开始 在比说这个法门好 那个法门好 表示你已经变成 客人了 你不是自己在修的人 以前我们在山上啊 我们跟着老上建道场 常常听到很多居士在批评啊 很多媒体在批评啊 那批评 我就知道 因为他们不 他们是外人吧 自己人不会批评啊 因为你知道人 你知道师父在做什么嘛 你们跟在身边 我们跟在身边 我们自己都 自探俘虏 根本就 就帮不上忙 你真的很用心 一起参与的人 你不会要批评的啦 那只有外人才会评头论足 所以如果你的修行 要变成外人的话 你不要修行 你没有在修行 你只是在那边评论而已 是不是 所以当我开始评论一个道场的时候 表示你已经把自己当外人了 你把自己排除在外 是不是 你要评论谁 你不敢评论佛 可是你敢评论法师嘛 你看那个辛参师父好可爱哦 是不是 你评论啊 你的评论 那个师父好像比较好 那个师父好像比较不好 那 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 把自己当外人了 你才会这样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知道 法门 你要入心 你要入门 你一定是怎样 不是用评论的 而是真的实际上去修 但是要修的话 你要知道 所有的法门到最后殊途同归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比较 也不用好奇说 师兄你都修什么 我看你修得很好 你修什么 那个就是没事找事做啦 没话找话聊 是不是 这个 别人的经验 老实讲 如果你没有证明 他已经修到三妹了 你不要问他 因为他很多分享 都还是夹杂着他自己的妄想 大部分都是妄想 所以有很多人喜欢讲法 有没有 自己修了一点点 然后就开始 一直讲 那是在炫耀嘛 你要炫耀什么呢 你这一点点都没有修到 要不然你就到出国 你再来炫耀嘛 是不是 可是问题是 你到出国的时候 你就知道不用炫耀 因为 为这哪一支 你也不会讲了 就是没到了的人 才会很爱讲啊 你了解吗 就是那个三角猫功夫的 很爱讲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 不要花时间 在那边高谈阔论 因为这些都是偏见 都不够 修行是为正乃之 你只要很清楚知道 你现在修到哪里 你还有什么功课 还没有解决 所以哪有时间打闲叉 哪有时间在那边感动 没有啊 有没有感动 一秒钟就好了 赶快 这法很好听 赶快修 所以呢 这边的文殊菩萨 他就马上就 就怎样 什么法门 亦得成就 容易成就 那当然呢 这个标准是什么 谁和谁离 谁深谁浅 谁是源通 谁不圆满 那第一个呢 眼耳鼻舌身 和跟离是什么 和就是接触 离就是保持距离 分开 好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根里面呢 谁 眼是和 还是离 眼睛要看 要怎样 要离 耳朵要听 要和还是离 要和哦 你要听他说话 你要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 这样吗 所以不要猜 要想 动脑筋 不是在那边 和 离 师父说 师父好像要讲和 准备要骂人了 离 干嘛 又不是在 是不是什么 猜头彩哦 鼻呢 鼻是什么 想清楚哦 要和哦 你要闻到人家放屁 那个屁已经跑到 屁已经跑到你的鼻孔了 已经来不及了 等到闻到已经中毒了 听得懂吗 所以他是和 他要跑进来哦 好 蛇呢 你要吃到那个东西 好吃不好吃 要怎样 对 所以最残忍的就是都讲给人家听 是不是 你看网路上那个吃播 那个叶子吃 哇 好好吃哦 那个就是很过分 是不是 吃给人家看 还说什么很疗愈 是不是 什么和 是和 生呢 生要和 要接触嘛 生要接触 所以为什么禅修 你一定 人要现身 你修行 人没有现身 你不要说你的心在这里 就很难啊 所以网路只是辅助 很多人有了网路的听法之后 就不要到现场听 你到现场跟在网路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都 就是因为他就不敢来嘛 因为水中很辛苦啊 跑都没地方跑来被师傅蹬 是不是 那打瞌睡还有人在寻乡 吓死了 所以呢他就他就会 就是很多人就会这样的 他没有办法亲身来 他就会说 我网路也一样 每次都讲一样 对啊 什么叫一样 就是你听十年也会一样 因为你听十年的 你没有在修啊 好 因为修行不是只有用耳朵而已哦 你的人来了 眼耳鼻舌身意 一起在吸收哦 就是这样子哦 所以一样不一样差别在这里哦 这就是网路红法的限制 好 不要说哎呀 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我就看电视就好 看电视没有电视佛哦 有没有 所有的佛都叫做精进佛 有没有 揪摩 这个什么 多摩罗拔沾檀香佛 在八十八佛的名号里面 有没有一个 那个电视佛 没有哦 但是有一个睡觉佛 有没有 你看 为什么他叫睡觉佛 我硬要说他睡觉佛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在庙 在道场里面睡觉 你会成佛哦 你相不相信 对不对 你就是光是 你就是住在道场 你就发怨我 一辈子死都不离开道场 吃喝拉撒睡 全部都要在道场 最后也要死在道场 你一定会成就哦 你不要每次都念头说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不会哦 不会成就哦 知道吗 等一下门都关起来 你说师父 可是我都在这边睡觉 睡觉也会成佛 因为有一尊佛叫睡觉佛 我们就是一直想要维护佛的形象 所以我们说是睡觉佛 事实上你也可以说他是睡觉佛 是不是 表示什么 你只要人在现场 你一定 就是你就待到 传诚师父讲说修行最简单 他说待得越久领得越多 就是你只要负责一直是在道场 因为你在道场就离开那个家嘛 那道场就随众祈祷啊 其实道场就不像家啊 因为道场都是公的嘛 每个地方 甚至于你的房间也会有其他陌生人 跑进去跟你一起睡 是不是 你在家里能允许 连你的父母亲要打开你的家门 甚至在家门口 停五分钟 多五分钟你就嫌他烦 是不是 你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 而且还有人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还讲说 你可不可以在家里面不要讲话 我听到你的频率 我都觉得不舒服 好惨哦 这个就是家家就是这样 就是业障嘛 这是在道场呢 这道场不一样啊 道场所有的人都师兄 不管多奇怪 一定有找得到 比他更怪的法师 你没有看过高僧传而已 我们为什么要看高僧传 我们要看 还有没有人比我们怪 一看哦真的很奇怪啊 什么倒立往生的啦 什么站着往生的啦 什么开着一艘船 不知所踪 就各式各样的 还有断臂求法 因为什么修行很多方式 但是你只要修行 一个方式坚持到底 你都会成功 是真的哦 所以我们就在讲啊 你看我们这个身要到现场啊 也不是远距离就可以成功了 不可能很难啊 除非你已经达到远近是一如的 你是不是你入三昧就像佛陀这样 是不是 我不用去他那里就等于去他那里 他不用来我这里就等于来我这里 有没有 华言经里面就是这种境界啊 他方佛来到了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的佛啊 去十方世界跑来跑去 没有挂碍没有障碍 在有障碍之前呢 你的身要到现场 否则没有诚意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月 十二月底一月开始 有五 有五个礼拜的华言法会 你没有到现场 你没有诚意 你不要说师父我的心都跟你在一起 我的心也没有跟 我没有要跟你在一起 你要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想要跟你在一起 我要人 生要见什么 死要见什么 我要看到活的 我不要一直有看到照片 是不是 但是除非你是真的是疫情 被隔离在外 你只要还能活着 不是 你不是在家务病房等师傅吧 不可以啊 我希望我们的最后一面不是在那里 是不是 有时候我去帮人家祝念的时候 我真的很为他悲哀 我们一辈子都只有从你的太太的口中 听到你的名号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 竟然你是躺在这里 我帮你念佛 够悲哀的 我很想这样开试 可是我怕他起烦恼 所以他躺在那边 眼睛不要合起来 我怎么办 但是我就很感叹 因为我每次祝念的时候 我都很感叹 人生为什么要搞到最后 是我在这边送你呢 是不是 活着的时候千翻百计的 阻碍你的家人 来师父这边学法 现在你看 躺在这边还不是需要我 就是想说 为什么人要搞成这样 这么的不喜欢学佛 好可惜啊 你如果跟师父 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其实师父是人很好相处的 只是有时候呢 听到外面在那边 这个不学佛的家人 这说师父真的是有够难听的 我就很想要打电话去问他 你什么意思 你有认识我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的太太不好 不表示我不好啊 你太太没学好 回去对你不好 所以你就为了生气你的太太 就故意骂师父 让你太太难过 是不是 是真的啊 我是觉得够衰的啊 都被你们弄坏名声 是不是 管小孩管不动 就说你要注意哦 这师父骂你哦 我哪有啊 我并没有这样子 我对小孩子最好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因为都是打坏师父们的名声 这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佛教徒没有认真修行 没有认真修行 你在外面建立不好的形象 人家就会很讨厌 那其实我们呢 持余之阳 告衰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同样的 我们也很小心啊 有可能有人 因为不喜欢师父啊 不喜欢我 就讨厌佛 佛何可 好可怜啊 是我们佛弟子没有做好啊 是不是我们佛法没有把 没有把佛法讲好 就是害人家讨厌听佛法 好可惜啊 所以呢 真的 这就是 为什么讲到这里 实在很感叹 因为生就是这样 你就是见面三分情 你就是人要到现场 你就是要参与 你即使只是 在那个地方叫做什么 同舟共济 你想想看 同舟共济的人 是有几个人真的出力啊 是不是 但是他只要出那么一点点的力 团结力量大 这不一样的哦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 你就在家里面有念啊 我都没有看到 我们传承师傅每次都说 我没有看到 你要怎样 你要上线 打开视频让师傅看到你 你在 是不是 你要现身啊 我们现在给大家方便 可是你要有诚意啊 我们每次呢都是 师傅我自己念就好了 都是这样 自己念可以啊 自己念跟共修不一样 是真的不一样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以后慢慢的就会这样 就是凡事呢 你自己真的 跟师傅有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人啊 其实很容易成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大家一起叫做共修的团 共修的团队呢 一定要有很强的 共修的法师在带领 因为法师不容易退转 法师千金百炼呢 他都已经好不容易出家了 他不容易退转 那居士很容易退转 不要跟着居士 而且居士常常有私心 法师呢是因为 法师的戒律很严格 所以他要之所以要成为一个法师 他有 有很强的护法在管 你们不要小看哦 我们自己好像 好像看起来好像都闲着没有事做 法师其实很紧张的 你们不紧张吗 你们不紧张 就是道业未成是很紧张 所以你们不用帮师傅紧张 但是你要帮自己着急 帮自己紧张 是不是 修行呢又没有效果 你要摸到什么时候 你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碰到 法师愿意带大家 很多人都 就只想要躲起来修行的 我们都是这样 就很想要躲起来修行 这个道场盖好 我就要自己去住那个残堂 盖好的残堂 所以为什么现在盖的时候 要很认真盖 因为这以后自作自受 把它设计好 设计到以后都不用出去 设计到了住残堂 可以住到呢 完全就是住到那边老死 都不用再出去 那必须要怎样 就会把它设计好 否则你设计到最后呢 你没设计好 那个你在里面打坐 外面呢就一直找你 好他接着跑进来干扰 好 所以整个保研道场 最重要的那个核心 就是残堂 要把那个残堂设计到 让每一个人在里面 都可以住残堂 住残堂是所有禅修的学人 禅宗学人的梦想 但是现在目前地球上 没有 没有很理想的残堂 有有一点点 但是没有很理想 希望是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个 但是呢 接引的工作呢 我们就把它设计成一个有机的 有机的道场 他一定可以接引的很好 好接引的很很很棒 所以以后呢 要闭关的人呢 他是可以有办法 心无旁骛的住残堂 好 我们把它设计到完全护持 要闭关 闭生死观的法师 修行的人 可以真的是 没有挂碍 那其他的呢 就是你想要结结缘 供养的啦 修一点散法的啦 也是有管道 所以我们三根普坯 通通都有不同的设计 那这是修行呢 非常重要的 就是和和离呀 言 耳 意 这三个是离 离 那离是比较 不需要那么多条件 没有错 但是和呢 和就是 如果要在刚刚开始 你要方便的话呢 的确和 要先选离的 而不要选和的 听得懂吗 不是这 不是这两个方法 这个不好啦 只是说你 因为我们要容易嘛 容易入门 容易入门 我们要用 这个简单的方式 就像我们现在云端 对云端来讲呢 你只要有打开就好 是不是 你只要愿意就好 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入门 鼓励大家入门 要没有门槛 要没有限制 要越方便越好 免费的 通通免费 然后你的时段呢 你说我都没有时间 但是我们的时段设的很多 然后方法很简单 你说我自己在家不会念 然后师父就念给你们听 所以你最多最多呢 你就是打开 就播 是不是播了 你就在那边 能跟就跟 不能跟你就听嘛 就种种善根 这个就是给大家很方便很方便 那听佛法就是这样 你只要打开 他就可以开始来听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简单的远距的 但是呢 你如果真的要 要亲自在现场的时候 那个挑战就比较高 限制就比较高 有没有 你要能够进到修行的核心 那你的基本的条件就比较难 那比较少人能够达到这种标准 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在选法门的时候 要选简单 容易入手 然后到你一定的程度 你真的很想要 在更用功的话 你要选那个 很复杂的 就是那个 那个复杂才会把你很维系的那个 烦恼 维系的货业 就可以把它给 真的抽丝剥茧 把它去除 那那个复杂是什么 那个复杂其实是因为 它的法比较维系 所以分别很多 很多的不同的差别 差距很大 好 那这是一开始 第二个标准 那叫做深跟浅 那眼耳是浅的 比较容易明白 眼睛看耳朵听都很明白 但是呢 你要把这有一些观念 你要想得很清楚 你要关照到你的意念 那就很维系 它比较深 所以对于初初开始的众生 我们要选浅的法门 简单的 为什么现在 法会都这么普遍 因为法会比较简单 是不是 你就跟着念就好了 师父我要怎么学佛 哦 你就来参加 参加了之后呢 师父就带着大家学佛 用功这样 是不是 你就跟着念啊 跟着听啊 眼睛看啊 耳朵听啊 就这样 用眼跟耳 然后眼跟耳里面呢 哪一根是 更好 为什么 因为耳根是几分 对 耳根一千两百分 那眼跟是八百分 所以呢 算起来 还是真的是哪一根最好 就是其实耳根最好 那文书菩萨呢 他简择了这个耳根 那也是观世音菩萨 修的法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送完 再送一遍 这个 再送一遍 卷五嘛 那我们后面呢 也就看 专门看一下 那个寄语的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 文书菩萨在 简择 好 我们休息十五分钟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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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